现在企业的竞争已经是全球化的竞争 我们的很多企业 它不仅要讲产品 在国内销售 还要在国际市场销售 所以说我们在创新 在设计的时候 一定要面对国际的市场 三一是从95年设立 一直到现在 现在我们的产品 大概有30多大类 在07年之前 三一也是百花齐放 百家争名 我们的产品 有很多的设计规格 很多的外观表现形式 但是都不同意 我们是在07年之后 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统一 例如第一点 我们进行了品牌形象的统一 讲产品的形象 外在的VI等一系列进行了整合 然后我们又在同时 设立了我们自己的工业设计中心 工业设计中心 主要是负责我们集团 产品工业设计的推进 以及内部的一系列的持续的整合 第三点 我们非常重视工业设计 我们同国际上 很多著名的设计公司都有合作 例如我们同甘达罗 博通保时捷等公司 开展了一系列的合作 同他们的合作 提升了我们产品的品质 所以我们在这些工作过程中 体会到工业设计 给企业带来的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在这几年 例如说我们在前年 我们的投入也高达5000万 在工业设计方面 这也是我们重视工业世界的一个佐证 未来的竞争 将不再是我们国内企业 以前所遇到的价格的竞争 更多的是我们产品内在品质 以及创新能力的竞争 我们认为企业的创新 主要分为三类 原来主要有机身创新 自主创新 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三易主要采用的创新形式 是自主创新和机身创新 我们很少采用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种模式 这是我们三易所特有的一个特色 我们在机身创新方面 我们通过引进国际的 一些先进的零部件 开发出国内高质量的产品 我们通过自主创新 我们开发了很多 三易所独具特色的专业的技术 例如说我们获得国际金奖的 国家专利金奖 它是由国家知识产业局 和这个世界知识产业组织 联合颁发的一个金奖 我们一年也获取一个 一年也获取一个 但这就是我们的原始创新 我们通过原始创新 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也解决了我们企业面临的问题 这一点才是我们中国的企业 走向市场 走向世界竞争的游离武器 我们不仅要引进国内的 一些优秀的设计公司 例如我们湖南大学 上海指南等企业 同时我们也要和国际上的 重大的设计公司 看起来合作 例如我刚刚去过 乔治亚老公司进行参观 我认为他们的设计能力 还是非常强大的 那么如何用好这些资源 3A也有了一个比较好的规划 例如说我们每年 都对工业设计进行 督办检查评评 对于工业设计做的不好的 我们要求他 必须限期的完成工业设计 这是我们内部的要求 我们也从客户那里 去评估我们的工业设计 和我们的一些竞争对手 和我们同样的产品 他们的工业设计好在哪里 我们也向他们进行学习 我们也公司的董事会 高度重视工业设计 他们要求我们每年 要进行内部的工业设计合作 和外部的工业设计的 一些新的厂家的引入 我认为中国已经到了 必须要重新重视 面对工业设计给企业 给国家带来多大影响力的 这样一个阶段 我觉得要想做好的话 首先要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点是企业的高度重视 因为企业是创新的 一个最基本的需求者 他们需要通过创新 来提升自己在市场的竞争力 第二点是政府的引导 我们必须有政府 在后面做支撑 重视这项行业 同时我们国家也把创新设计 作为我们未来竞争力的 一个基本的策略 来对待 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高兴的 看到这一点的 政府政策的调整 第三点 我认为就是我们 组织协会的推动作用 像我们中医工业设计中心 我们必须要依托这些协会 来有效的推进企业 和我们的工业设计强国 和这些组织协会 这些工业设计公司 之间的联系和合作 因为一个企业 它很难以去看到 什么公司是最强的 哪一家公司 能够有效解决我的问题 那么我们要出面发挥 政府的引导 和协会的推动作用 我觉得这次我们中国 来进行这个设计 决定未来的时候 是一样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 我想呢 通过这种有效的合作 将会非常高效的 提高中国工业设计能力 提高中国的竞能力 也会非常快的 将中国由制造大国 转化为设计强国 我们要有自己的原创 其实啊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也越来越重视 支持产权 依靠模拟 操袭 依靠防制别人的产品 来推动企业 已经在没有市场了 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未来 一定要由制造工厂 转化为 我们的创新工厂 转化为创造大国 这才是我们 中国或者我们 整个民族的未来 感谢观看